大家好,我是现任的MVP Sky 在今年很开心的看到微软的云端 Windows Agent 正式的在台湾提供服务 相信大家都已经跃跃欲试 而今天的教学就来教大家怎么样注册这云端的服务 首先我们先来登录 www.windowsagent.com这个网站 这个网站也是 Windows Agent 的入口网站 我们可以从这个网站的Menu列上面看到定价 点进去之后就可以了解 Windows Agent 的计算方式 如果今天是开发人员也可以透过开发的这个连结 进去了解 Windows Agent 的开发方式 我们也可以看到 Windows Agent 支援了非常多的语言 比如说 .NET, Node.js, Java, PHP, Python 等等 我们也可以从这个网页学习到不同语言的开发方式 如果我们点进去管理 也可以看到非常多的 Windows Agent 服务的教学 相信大家也可以从这个网站看到非常非常多的教学 接下来我们将开始进入这次的主题 我们可以从右上角的免费试用这个连结 来进行免费试用的申请 这边我们可以稍微的看一下免费试用包含了哪些东西 而相信这些东西对于一般用途来说是非常非常够用 目前 Windows Agent 服务需要一个 Live ID 所以这边要先使用 Windows Live ID 进行登录 在注册 Windows Agent 之前也必须要提醒大家一下 申请 Windows Agent 服务必须要有行动电话和信用卡进行验证 就这样可以显示等了 440多分钟 240多分钟 这边微软会发送简讯到手机 到我们输入简讯的认证码后 就可以继续进行下一步 而这边要特别注意 如果乱输入电话号码 微软会把账号锁定 这是为了避免有人乱发简讯 当账号被注册的时候 就必须通过微软的客服专线来解决 当我们接按下下一步的时候 会需要使用者的信用卡资料 使用者可以注册多个信用卡资料 当输入进去的时候 微软会试刷一笔一块钱的费用 来证明此信用卡是可以使用的 而在上个月的服务时间内 微软会针对消费进行限制 也就是说微软是不会对此收取 任何Windows Agent的服务费用 当额度快要超过的时候 微软会提醒我们是否要移除消费限制 当移除后才会进行扣款的动作 当上个步骤都完成后 Windows Agent马上就会开通使用 大家就可以开始使用了 这次的教学先到这边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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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